天的小朋友们 祝日平安 你已经知道天父爱你 当你向他悔改时 他必定接纳饶恕你 那如果有人得罪了你 向你说对不起 你会原谅他吗 圣经保罗写的一封有关 逃跑的奴仆的书信 就是菲利门书 教导我们应当在主里 彼此接纳彼此饶恕 有一个人名叫菲利门 使徒保罗曾经传耶稣的福音给他 他就相信了耶稣 而且和保罗成了一起 侍奉上帝的好朋友 菲利门爱主耶稣 对人也很有爱心 就用自己家当作教会 让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们 在那里一起敬拜主 他有一个奴仆 他有一个奴仆 名叫阿尼西姆 当时的奴仆是主人用钱买来的 为他做工 完全没有自由 生活也很辛苦 有一天 阿尼西姆偷了主人的钱 然后逃走了 他非常害怕主人找到 不敢留在那个城市 因为在当时 奴仆如果偷东西 或逃走了被捉到 一定会被重重处罚 甚至可能会处死 于是 阿尼西姆决定 逃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他躲躲藏藏 走了很久 便来到了罗马城 那时 保罗因为传福音的缘故 被不幸 耶稣的人关在罗马 在那里 阿尼西姆有机会 见到保罗 还把自己的遭遇 告诉了他 保罗知道 阿尼西姆 还不认识耶稣 就对他说 阿尼西姆 耶稣爱你 他要拯救你 他喜欢罪人悔改 阿尼西姆知道自己偷东西 和逃跑是不对的 他愿意 按照天父的心意而行 就决定 不再逃跑了 他愿意回去主人那里 向他认错 可是他心里 还是很害怕 心想 虽然天父已经饶恕了我的罪 但是 如果主人不饶恕我 那该怎么办呢 保罗爱阿尼西姆 待他像儿子一样 所以 他很愿意帮助他 保罗慈爱地对他说 不要害怕 菲利门是我的好朋友 他也爱主耶稣 我会请求他原谅你 也会帮你把偷取的钱还给他 于是保罗为这位逃跑的奴仆 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主人 告诉他 阿尼西姆已经悔改了 相信了主耶稣 他请求菲利门不但饶恕阿尼西姆 也用爱心 欢迎他成为主内的弟兄 因为 在耶稣基督里 是一家人了 歌罗西书三章十三节 保罗教导信徒 要彼此饶恕 主 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于是 阿尼西姆把这封信带回去 交给他的主人 菲利门 就是圣经中新约的菲利门书 小朋友 我们都是蒙天父饶恕的罪人 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当饶恕那个人 在主里 彼此接纳 彼此饶恕 正如主 接纳 饶恕我们一样 活出 主所喜悦的新生命 让世界知道 爱是我们相聚一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